2015年4月30號下午12點38分 現在所在地這個是當熊火車站 當熊火車站要下車旅客請趕快下車 要上車旅客請趕快上車 這邊海拔已經接近4200米了 我們現在集中到集中的待遇去到2點 舉到下一個火車站叫納曲 納曲 納曲 然後就可以停8分鐘 這裡邊那個手機 把你的手機的照片轉過來 下面這邊可以 可以 公共 有 我們 我們 他們知道有充電嗎 他有跟客人講,這細細要講好 一家菜比較多 菜量沒有給他增加 我看 一樣的錢 一樣的錢,但是他有給他菜多一點 可是要三餐 早餐不用自己吃 他有說他三餐都留在上面 他同公司規定的,我的也是 但是我就想說,早上我們再留下來 吃麵比較反省 OK啊,就吃比較特色的 早餐就一個西方個饅頭而已 一個蛋 感覺他們都要心裡待很久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去擊掌 那我們就可以去玩一次 幹嘛 你怕,我還不怕,你怕什麼 你怕不怕 你不怕,怕不怕 有露營哦 你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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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不怕 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你看看那個王后元告白 告白 告白,告白什麼 分享了這幾天的心得 我們斯蒂芬先生說 他想要體驗一下在青藏鐵路 我第二次來西藏 哇 真的是很強烈的高原反應啊 太難受了 要不要再來呢 不想再來了 好啦 等一下再分享 真的喔 這是我今年的第一團 帶青藏鐵路 那沿途風景當然依舊 只是說人不一樣 整個心情也不一樣 那這一次呢 多帶了一位實習的專業領隊 對 他叫王後元 實習專業領隊喔 這是所有的行程 大致上都還算是第一 只是在遇到整個 4月24號 那時候遇到一個 尼泊爾大地震 震度高達8.1級 所以我們在三天後 要出發前往 到整個日喀澤 就是沒有辦法成行 所以行程就受到一些耽誤 好在所有的團員有15位 然後還有都跟他們 邪箱跟分享之後呢 行程願意換 我們從日課則的取消 然後換成去那個 納木措 就是像你所在的 看到後面的地方 也就是所謂 當雄納群納木措的部分 納木措國家公園 也體會另外不同的一些 的風貌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一種 另外不同的體驗 畢竟納木措也是 算是在這兩三年都沒有排在行程 因為做的時間 來回就要500多公里 好辛苦的 所以師傅呢 開車也非常非常的累 首先你們這次遇到 還不錯的一個 師傅姓劉 劉師傅 還有導遊是楊榮 楊榮導遊 那讓我進 算是還蠻順利 比較遺憾的是 這一次我從 幸福系上 帶團這麼多年 第一次 第一次就是 有一位團員 也是跟我很好的朋友 也是一個船長 叫李玉鎮 他沒有辦法跟我們隨車坐上青藏鐵路 為什麼呢 因為產生了肺水腫 而且又發燒 已經在前一天 已經有去西藏 最大的人民醫院去做檢查 可是在晚上的時候 他就堅持叫回來 跟今天早上也還是一樣 反而又復發 所以在醫生 下次一定要完全聽醫生的見 醫生說出院才可以出院 必須康復好 你沒有康復好 只能到這邊 之後壓力又來的話 又影響到你的心肺功能 甚至嚴重 會影響到腦水腫 那對於身體的狀況 都非常非常有影響 所以不得不將就 在今天請他自己做個判斷 要跟上火車 風行力非常非常高 第二個 就是再回到醫院 檢查好之後 順利的話 明天或許就有機會 從西拉薩的貢嘎機場 坐飛機 飛到西安巡洋機場 跟我們一起回去 再從西安隔天 回到桃園 結束這一船完整的旅程 這也是我目前的週期吧 所以呢 在坐青藏鐵路 現在大概有兩個多小時 從10點到現在12點半 心中還是有一些坎坷不安 心中一直在祈禱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船長 李玉政 希望能夠順利平安 度過這次的青藏之旅的部分 明天跟我們在西安能夠會合 接下來欣賞沿途的風景 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謝謝 謝謝